首先这台机器呢 本身就是做了这个大的那个产品这一款 已经成型了 然后我们这一次呢 要调小的那个电呢 我已经接到位了 那个气也到位了 那个形状这一块的话 也出来了 我们先试磨一根 磨出圆的那个尺寸那个杆子 用手工先磨一条 这个形状就是前期做的那个 大饼的形状 现在呢我们要放 放成小饼的形状